百健今年四十好几了 还没结婚 可是家里的孩子却一年比一年多 每次跟朋友聚会啊 大伙就说他 你小子是不是傻呀 还为了那么多非亲非故的孩子 后半辈子的幸福都不要了吗 每次听到这些 百健总是一笑带过 那他为什么非得这么做呢 原来啊 这百健出生在 辽西最贫困的山区 因为家境贫困 哥哥姐姐们放弃学业供他读书 这学校啊 离家好远 得有几十里的山路 每次放学之后呢 学校附近的好心叔叔阿姨 都会跟他说 百健 你家住那么远 中午就到我家来吃饭啊 他基本啊 就是吃着百家饭找大的 有了这样的经历 让他每次看到有孩子念不起书 或者是四处流浪的 就特别想要帮他们一把 最后 就干脆把孩子带回家来养育了 几时双拖鞋 房间内长长的通铺 六十多平米的房子 这就是百健为孩子们搭建的一个家 可是这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百健家的孩子是只增不减啊 你说这吃住要钱 还得提供孩子们的学费 越来越多的经济支出 让百健有点力不从心了 他只身一人 身兼多职 甚至是找银行贷款 看着百健这么做 这质疑声也随之而来 你这日子过得这么苦 怎么还愿意这么做呀 你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呀 面对各种各样的质疑声 百健并不在意 用他的话来说 只要能让孩子们拥有 像正常家庭一样的人生 再苦再累也没关系 当爸爸的对孩子这么好 这孩子们都看在眼里 还悄悄地 给爸爸准备了一个大惊喜 那天啊 百健下班回家 推开门的一瞬间 只见孩子们分成了两排 高声喊着 爸爸生日快乐 桌上呢 还摆着用大米饭做的新型蛋糕 看着孩子们一张张地笑脸 那一刻百健意识到了 他给孩子们的是一个家 但是孩子们给他的 却是满满的幸福感 现在百健培养了这65个孩子 可争气了 有25个大学生 4个研究生 还有本科在读的 而在他培养的运动员当中 更是出了4个国际健将 几十个国家一级运动员 在他们家的客厅里 悬挂着孩子们赢得的 各种各样的奖牌 现在百健最大的愿望就是 如果我的孩子 能为中国 生起一面五星红旗 我就是死了 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所以选择